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弟兄姊妹朋友 欢迎再次回到美丽眼睛事宜 今天我们要进入到马可福音的第13章 那么先跟各位预告13章的经文呢 有37节 我们需要花一段的时间 也请各位有耐心 我们一同来了解经文的教导 首先我们来读1到2节的经文 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 有一个门徒对他说 夫子 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 何等的电雨 耶稣对他说 你看见这大电雨吗 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 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 这里所讲的石头 也就是在枯墙 一般我们所制造的西墙的西石 估计它重达500吨 而整个圣殿大概有20层楼高 11个足球场那么大 所以当门徒从殿里出来 看到这个殿雨的时候 就跟夫子说 看这是何等的石头 何等的殿雨 这个圣殿是在主前13年 大西律开始 他扩建这个圣殿 一直到了主后的57年才完成 当然在这里面也建立了 耶稣的预言 因为在西元的67年 从西伯来书的八章13节里面 所提到的 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 但那建就建杀的 就必快归为无有了 的确 第二节经文里面提到了 这大殿雨将来没有一块石头 留在石头上 不被拆毁 也在主后的70年 当罗马的将军提多 来到圣城 针对一些的革命的情势 来做摧毁的时候 他也把圣殿给毁掉了 在这个主后的70年 一切的圣殿的崇拜 就像耶稣所说的 献祭崇拜 荡然无存 但是我们知道 耶稣在这里面 带给我们新的盼望 因此我们看到 即便在这个被拆毁的过程当中 悲剧中有新的主 在这里重新掌权 也让我们看到新的圣殿 也就是教会蓬勃发展 那么接下来 让我们来读 三到四三节的经文 耶稣在感染山上 对圣殿而坐 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 黯黯地问他说 请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 这些事将成的时候 有什么预兆呢 耶稣说 你们要谨慎 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将来有好些人 冒我的名来说 我是基督 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 不要惊慌 这些事是必须有的 只是默契还没有到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多处必有地震、饥荒 这都是灾难的气筒 但你们要谨慎 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 并且你们在会党里 要受鞭打 又为我的缘故 站在诸侯与君皇面前 对他们做见证 然而不应必须宣传给万民 能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 不要预先失利说什么 到那时候 试给你们什么话 你们就说什么 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 乃是圣灵 弟兄要把弟兄 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 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 杀害他们 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 被众人恨恶 唯有忍耐到底的 必然得救 那我们看看马可福音 在第八章里面的记载 也才不过是几个月之前 法利塞人在这里面要求神迹 耶稣当时会议只有约拿了神迹 也就是他在余度里面三天三夜 也预表了他要在地图之内 也就是坟里迎间三天三夜 所以这个时候门徒在问 什么时候有这些事 而事的预兆是什么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回到 我们的平行经文 也是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 三节里面所提到的 这个事指的是 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 指的是这一个世代的末了 降临 在这里所指的就是 同在的意思 就像大神明所提到的 去我就与你们同在 但这时候我们要再看一下 刚刚提到了这些假的基督 而假的基督指的是谁呢 当时第一世纪的历史学家 约瑟夫他的一些举例 有一些出现在经文里面 比方说使徒行传的第五章 三十六节的丢大 五章三十七节的 加利利犹大的加玛拉 他们冒名引诱百姓跟从他们 灭亡失散 这些都还不是耶稣在这里所指的末期 而是指圣殿在主后七十年被毁 但主的同在依然存在 即便圣殿被毁 因为耶稣正透过这样的过程 成立了教会 让所有的信众完全信靠他的掌权 而不是接受那些圣殿假教士 假冒为善的这样一个教导 耶稣所祈祷的末期未到以前的这些情事 我们一般如果从生育的过程的假信收说 我们就看到 比方说第六节所提到 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 我是基督 第七节 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 第八节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以及多处必有地震饥荒 这些正是惨难的启动 而第九节 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 并且要在会堂里面编打你们 十三节 唯有忍耐到底的 必然得救 这些都指的是 末期之前所要经历的事情 还有一件事情 是耶稣特别提到了 就是当人心中的圣殿被毁 也就是当福音传遍了 世代的末期才会领到 那么这样的一个预言 实际上也可以在马太福音的 二十四章十四节你们来看到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在祖后的三十三年 当耶稣死而复活 以及五行节的圣灵降临的时候 的确就像耶稣所说的 福音传遍了 因为门徒传福音 西到罗马 西班牙 东到印度跟中国 都是发生在祖后七十年 圣殿被毁之前就有的启示 而马太福音 他的整个的经文 终于大使命 杜家也把使徒行算的终结 放在放胆传讲 神国的道 所以耶稣在这里面就教导我们 要能够把耶稣基督的福音 传扬出去 当福音传遍了世界的末期才到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兆头就是来自于 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所提的 预言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力 所以应验了 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的 玛利亚的怀孕 对以赛亚的预言的应验 而耶稣在这里面也告诉我们 他所预言的这个末期 也必要应验 而这个应验就在主后七十年 圣殿被毁 接下来我们来看 十四到二十节的记载 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真的 站在不当站的地方 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 在房上的不要下来 也不要进去拿家里的东西 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 当那些日子 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 你们应当祈求 叫这些事不在冬天领告 因为在那些日子必有灾难 自从神创造万物 直到如今 并没有这样的灾难 后来也必没有 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 凡有血气的 总没有一个得救的 只是为主的选民 他将那日子减少了 那行毁坏可真的 站在不当站的地方 这里面引用了 但以理书九章 二十五到二十七节的相关经文 正在艰难的时候 耶路撒冷城连接带豪 都必重新建造 过了六十二个期 那受高者必被剪除 一无所有 也必有一王的名 来毁灭这城和圣所 之中必如洪水冲没 必有征战 一直到底 黄梁的事已经定了 一期之半 他必是祭祀与贡献之息 这个犹太的 应当逃到山上去 代表站在不当站的地方 那所以呢 耶路撒冷的整个的被毁 他要被重新建造 是在《大印理书》里面 我们就看到了相关的记载 在圣殿被毁 在圣城被毁之前 事上以色列有许多的反抗 那么反抗罗马 以及他们要独立的运动 当然也都功败垂成 其中最有名的 就是由马克比家族 他所领导的自治的独立运动 虽然功败垂成 但是我们看到 主在里面所预言的 这个圣殿被毁 事实上的确是在 祖后的七十年 罗马的将军提多 他行毁坏可证的 他的确也站在 不当站的地方 当然他也扫荡 众民也毁坏了圣殿 使得所有的祭祀贡献 全然之心 那么二十节我们看到 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 凡有血气的 总没有一个得救的 只是为主的选民 他将那日子减少了 第一世纪的历史学家 约瑟夫的相关文献记载里面提到 当时诛杀了一百一十万的犹太人 但也有六十万的犹太人民族呢 他是被俘虏的 当然也包括了约瑟夫 他自己在这里面 所以主的减少日子 事实上是为了主的选民 虽然被杀了一百一十万 但仍然留下了六十万为奴的 这六十万为奴的 就是教会新圣殿为根基的信徒 那么耶稣固然使圣殿城墙 跟耶路撒冷被毁 但他仍然失联名 咸选了他的渔民 雅各书里面的四章十四节告诉 你们原来是一片淫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但神在这里面仍然就保我们 那六十万被罗马所俘虏的这些百姓 就成为信仰新圣殿教会的基石 因为若他们能够与主同在 就是永圣 所以虽然在犹太起义当中 他们遭遇到罗马的屠杀 但是神拣选 这个拣选是一个圣选的过程 原文的Ecadactos 它是非常谨慎的选选 才能够留下来的 就像我们所提过的 被招的人多选上人少 所以神拣选的人 他就留给他们一命 成为教会的基石 接下来的二十一节经文 那使若有人对你们说 看啊基督在这里 或说基督在那里 你们不要信 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 显神机其事 倘若人行就把选民迷惑了 你们要谨慎 看啊 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 在那些日子 那灾难以后 日头要变黑了 月亮也不放光 众星要从天上坠落 天势都要震动 那时 他们要看见 人子有大能力 大荣耀 驾云降临 他要拆遣天使 把他的选民 从四方从地极 直到天边 都召聚来了 二十六节的 那时 他们要看见 人子有大能力 大荣耀 驾云降临 这个他们 指的是地上的万主 那这个地上的万主 在这里面 要看到耶稣的歧视 耶稣的一个救赎 在耶稣的十架复活之前 已经开始有人 称他自己是基督 先知 所以二十二节的 经文的记载 是有根据的 因为从史料里面 或者我们在 《使徒行传》里面 就曾经记载了 加利利的 犹大家 马拉 或者是我们所制造的 分类党 丢多 比利亚的西门 阿斯罗基斯 等等的 这一些史料 自称是弥赛亚的人 所以耶稣在这里面 特别提到 不要信 说基督 在这里 在那里 那么在这里 那里呢 如果我们从马太福音 我们看到 就可能是在旷野 说他是基督 在内乌 说他是基督 那因为耶稣在这里提到 在旷野 在内乌 都不如 大家所看到的闪电 因此 耶稣基督的同在 他所预表的就是 是必能让大家 如闪电 所看到的那个样子 《使徒行传》的 一章十一节 特别提到了 这离开你们 被接升天的耶稣 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 他还要怎样来 耶稣怎样离开我们 他也必要怎样再回来 所以耶稣的升天 也看到了 他怎样的去跟返 事实上我们都能够看见 不需要任何的一个假基督 来说他在旷野 他在内乌 他是基督 因为基督的同在 毕如闪电 众人可以看到 所以呢 在哥林多前书的 十五章里面提到 他显给基法 他显给十二使徒 他显给五百多个弟兄 他也显给雅各 跟众使徒来看 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的信仰 利于事实 我们的信仰 戳不开历史 因为历史 制正了 我们所看到的神迹 我们所看到的这些预兆 当然一切的神迹跟预兆 都无以为证之计 那么史实 就是最好的证明 因为那正是 我们在历史当中 所活出的生命样式 所以耶稣所说的 生发于他的预告 以及到圣殿被回之间 当然他提到了 那日艰难 吹逼胜苦 但他的灵照 却对我们的言是 昭然落日 就像闪电必然 可以看到 而在耶稣 无论他回应 门徒的预兆 无论是他的复活 或者他的儿子存在 都是一个盼望 因为复活 指的是我们确认 我们与他 可以同复活 而他的在灵 就确认了 我们永生 跟他的同在 接下来我们来读 28到31节的经文 你们可以从 无花果树 学个比方 当树枝 发嫩 长叶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 夏天尽了 这样你们几时 看见这些事成就 也该知道 人只进了 正在门口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世代还没有过去 这些事都要成就 天地要废去 我的话 却不能废去 无花果树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植栽 那么在创世纪的 三章七节 当亚当下花 他们要躲避神的时候 他们拿无花果树的叶子 为自己编做裙子 而耶稣在这里面 就从众人所知道的 这个植栽里面 告诉了门徒 从无花果树的生长 可以知道 夏天尽了 夏天呢 是 而刚刚耶稣也提到了 你们看预言的事 也就是看耶稣所讲的预言之事 也知道 人子叫灵门了 要到了门口了 而这个门口 跟刚刚的 是非常接近的 耶稣透过这个比喻 跟音韵的接近 告诉了他们 你们知道夏天 就当然知道 我已经在门口了 这个门口 他当然所指的是一个起点 指的是打仗 地震 饥荒 日头变黑 月亮不放光 众星坠落 以及圣殿被毁 都要在这个世代里面发生 这个entrance 这个sla 指的就是这些事情的起点 所以耶稣也在回应 门徒所提问 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 指的是这个时代 也就是耶稣 现在所讲的预言 到圣殿被毁的主后 七十年之间 当然耶稣在这里面提到 这世代还没有过去 这些事都要成就 指的是天地要废去 但是他的话 却不会回去 因为他的话 他的教导永存在 而耶稣在这里面 为门徒预告了未来 当然也为我们预告了 我们的未来 所有的打仗 地震 饥荒 日头变黑 月亮不放光 众星坠落 等等 这些都指的是灾难的起头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 三十二到三十七节的经文 但那日子 那时辰 没有人知道 连天上的使者 也不知道 子也不知道 唯有父知道 你们要谨慎 谨醒祈祷 因为你们不晓得 那日期 几时来到 这是正如一个人 离开本家 聚居外邦 把权柄交给仆人 分派个人当做的工 又吩咐 看门的警醒 所以你们要警醒 因为你们不知道 家族什么时候来 或晚上 或半夜 或计较 或早晨 恐怕他忽然来到 看见你们睡着了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也是对众人说要警醒 耶稣提到 连天上的使者 也不知道 子也不知道 唯有父知道 而这里的子 是别有用意的 因为他指的 正是神的儿子 他具有王权 也就是耶稣 基督 他来自于父神 所给他的王权 就像拿丹叶所说的 拿比 你是神的儿子 你是以色列的王 即便是道成肉身的王 他也不知道 末世何时发生 但他知道 神必成就这事 一切的悖逆 带来毁灭 而我们的一切夫求 就能够带来盼望 我们不要去谈 什么时候会发生这些事情 因为我们知道 当我们依靠神的时候 神必成就大事 这些 产难之前 主要经过的事 以及那产难 都是为了成就 他所带给我们的救赎 那日期几时来到 主圣哪一天来到呢 这正是 耶稣 要回答这些门徒的提问 当然 门徒从旧月当中 他们知道 这一天的来到 只得正式毁灭 因为阿摩斯书的 五章十八节就提到 想望耶和华日子 来到的有或人 因为那日黑暗 没有光明 耶稣提醒了 门徒要警醒 因为我们并不知道 主何时会回来 只不知道何时 但是他却深信的 幸福于神 因为神必成就这事 因为神必毁灭 旧的圣殿 盖新的圣殿 也就是教会 让所有的万主万民 可以来到这个 祷告殿中 敬拜他 也盼望我们 能够完全的幸福神 在这个世代里面 我们经历许多 在传扬福音 传道上面的苦难 但对我们而言 这正是神给我们的试炼 在这试炼当中 我们仍然心存盼望 因为深知 那日必要来到 主必救赎我们 因为我们是祂的选民 求神保守看顾 我们能够警醒 在福音的传扬上面 也能够警醒 这末日的来到 那我们能够随时警醒 愿神祝福各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